9月7日,第十七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奖,及金峰皇奖隆重举行,王俊凯,迪丽热巴,以及严妮的女儿邹元清,分别荣获了新人奖。 在此之前,严妮的女儿邹元清,先少在公众面前露面,该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的颁奖典礼,是邹元清首次艺演员的身份亮相公众场合。 当天,邹元清穿了一条黑色的修身连衣裙,妆容清淡,娇好的身材和妈妈严妮有的一片,不过似乎邹元清和严妮长得并不十分相似,如果不是刻意介绍,大多数人都不会认出来,邹元清是严妮的女儿。 邹元清当天晚上荣获得奖项来新人奖,获奖作品为何严妮和拍的电影《我是你妈》,金凤凰奖两年举办一次。 虽然邹元清获得的新人奖主要以武力为主,但这一奖项依然很要分量,足以证明老一代优秀前辈演员对邹元清的肯定。 目前邹元清尚未毕业,一同获奖的王军卡姐,还在上学,只有迪利这巴士正式出道的艺人,该奖项的收入盲中,对于邹元清未来在演艺圈的发展很有注意。 邹元清之前一直在美国上学,2016年考入了中央戏剧学院,不过严妮出于对女儿的保护, 在媒体面前一直都十分低调,直到电影《我是你妈》的上映,大家才知道了点名还有一位如此优秀的女儿。 虽然还在上学的邹元清,就已经揽获了一枚奖项,但是目前邹元清的热度和作品的影响